首先帶來看到的是 美國聯邦參議員馬基率團 抵臺的訪問 今天是拜會了蔡英文總統之後 也到立法院會晤外交 以及國防委員會 據瞭解 美方訪問團強調 要共同捍衛民主自由價值 並且討論到美對臺戰略 應該採取清晰還是模糊 等議題 而綠營認為 美方應該從戰略模糊 走向戰略清晰 不過藍營則是覺得 美方應該維持戰略模糊 以併黏涼暗局勢升高 美國空軍行政專機十五號下午 三點四十五分 從松山機場飛離 美參院馬基等五名參眾議員 結束不到二十四小時的旋風式訪臺 這次成員 包括民主黨籍的美國參議院 外交委員會亞太小組主席馬基 眾議院加勒曼蒂 羅文索 北野 以及共和黨籍的眾議員羅德威 是繼美國眾議院議長 佩洛西來訪後 兩週內再度有國會議員 組團來臺 總統蔡英文也漸漸訪兵 蔡英文當面提到 中國在臺灣周邊居演 嚴重干擾區域穩定和平 臺灣和美國一直是共享民主自由價值的堅定夥伴 我們希望繼續深化和美國的合作 共同維持印太區域的繁榮及穩定 美國訪團也到立院拜會外交及國防委員會立委 雙方針對臺美關係區域安全與軍事現況等議題交換意見 不過並未觸及具體軍售項目 據悉 惠州美方人員曾詢問立委 美國對臺策略硬彩模糊或清晰 美國對臺的戰略模糊是否應該調整走向戰略清晰 讓中國清楚地認知到你對臺動武 美國的紅線在哪裡 那以及中國要付出的代價它無法承受 而且會戰敗 對戰略清晰的話 那表示說美國對臺政策將會從有條件的防衛 變成無條件的防衛 是不是符合美國利益 馬基在推特發文說此行重申美國對臺支持 鼓勵臺海穩定喜和平 紐實報導 美國學者格萊怡說 預計月底前 還有另一個國會代表團將訪臺 臺美關係升溫之際 近日將啟動的臺美二十一世紀 貿易倡議談判 眾委員鄧正中也透露 臺美未來幾天將啟動談判 期盼年底有小範圍成果 明年希望完成談判 終極目標是簽訂自由貿易協定 記者綜合報導